明末的武将们的军事能力为什么这么低 你要是让武将正儿八经的把精力放在研究如何带兵打仗上的话 那军事水平肯定不会下滑 可问题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明末的军官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你可以不精通急射 你也可以不懂该如何去指挥军队 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底层的士兵每天在干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敬文官老爷们的酒 而且必须还要时时刻刻的准备好礼物 等这帮皇帝派下来的御史监军来了之后 想办法体体面面的送上去 哪怕你是契机光这种级别的将军 也要把精力放在研究官僚私下交易上的那一套 比如在万利野货编当中就提到过 说契机光为了讨好张居正 曾经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口善给张居正送去了一大堆 当然这本书本身是野史可信度是存疑的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从嘉靖年间开始 文官和武官之间的地位悬殊就走向了歧视 从地方到朝廷武官被文官给碾压 导致武官在文官面前已经抬不起头了 逢年过节 地方的武官要去文官家里面拜节送礼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而文官面对同级别的武官 甚至连官场的行礼都可以免了 当然这个敬酒和送礼 你还不能够只准备文官的 你还得准备好太监 因为从万利年间以后 太监监君就变得频繁起来 虽然这帮人品级不高 但是有的时候品级在大老板的关系面前是没有用的 作为皇帝派下来的人 有的时候一个仅负责监框的太监 就能折腾的一个地方不得安宁 比方说万利年间霍乱辽东的高怀 因为苛扣君想就闹得辽东民变加兵变 如果你是一门心思研究 怎么去给朝廷打仗 不替这帮文官老爷们想的话 那就惨了 万利三大争当中的宁夏之乱 就是因为破败光知道打仗 不知道维护文官之间的关系 结果硬是给逼法了 这就是一门心思搞技术 不懂人情事故的结果 还有像明史耿如起传当中记载 说重振二年京师遭到了进攻 时任山西巡抚耿如起率兵进京秦王 结果明军赶到京城之后 京城的官员就告诉他们 不能够进城 因为京城的粮食不够用了 最终一心就驾的耿如起 领着精疲力尽的明军 在京城周围绕了三天 一顿饭没吃着 最后激起了兵变 这个倒霉的将军还被斩了 其实你要是看清军入关之后 南明的那些投降满清的汉人将领 就会发现 这帮人的水平可不低 只不过你把它们放在明末那种环境下 那就出问题了